房屋税调长议题持续延烧 议会民进党团26日率先召开记者会 要求市府动场房屋税 却遭南营及网友无情抨击 今日无党团结联盟也召开记者会 痛批绿营选前骗票选后跳票 同时发起议会联署书 要求召开不动场评教委员临时会 以体恤民困共度艰难 前面要求市政河动场房屋税 无党团结联盟经召开记者会 并秀出一张去年6月23日 房屋税便跟议程表决图表 指称民进党议员当时都支持要调长 不让房屋税降税案进入一度会审议 如今却改口说要动涨 根本是选前骗票选后跳票 曾顺良指出 当时赖清德在我们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 当时允许在野党前面的围剿 为了民进党没有一个人敢说 敢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几乎全面晋升不宜 林庆政也拿出手机照片 表示他当时也有拍下防税便跟议程表决名单 谁赞成谁反对一目了然 林阳已提到党团特别制作一份联署书 即日起开始联署 吴某表示联署时间至4月10日市政总咨询前一天子 届时也将公布联署资料 并期盼能顺利召开不动产评价委员临时会 让市府悬来热马 对此财税局副局长沈云如环英表示 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有分成常会与临时会两种 委员有不同意见可以在临时会当中进行讨论 一旦取得共识经县市政府公告后 法律效率就是三年 不是任何行政命令可改变的 因为已经评定公告以后 它的法律效率就是三年 三年内不准动 而且在财政部90年跟101年的时候 都一再的强调重申未满三年 不可以重新评定 至于下次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常会时间 则将在108年度召开 各界所提出的建议 也将在委员会当中反映 慎重充分考量 记者多多谈来采访报导